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優體育 我是黃瑾瑜 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立正恩 江麗來到我們節目中 江麗好 美麗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2018的冬季奧運 真的是熱熱鬧鬧的展開了 那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樣 這個禮拜呢 或多或少都從新聞裡面 或電視裡面 看到冬季奧運的各項比賽賽事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來簡單的聊一聊 這個2018的冬季奧運 那麼江你可不可以大概告訴我們一下 這次的冬季奧運呢 規模大概是怎麼樣 這次奧運是因為在韓國舉辦 在平昌 那這個冬季奧運也是第三次在亞洲 那前兩次都在日本嘛 所以難得他們可以來到韓國 也是這個地方很大 所以他們舉辦的地方非常非常寬廣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還有92個國家 2900多個選手 這是破紀錄的 這麼多的選手來參加 這麼多的選手來參加 對 當然代表中國有81位選手 台灣有4位選手 然後 很高興聽到這樣 對 所以他們也是很努力的 希望可以來奪得金牌 是的 代表美國隊的有241個選手 對 對 我們知道這個韓國 這時隔30年在舉辦奧運 那上一次的奧運其實是漢城的奧運 那麼這一次的奧運 我們知道 對我來說 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們的那個可愛吉祥物 那隻小白老虎 對 因為他們的可愛吉祥物 其實他們特別為他命了一個名 那叫做SOHO RAIN 那其實 其實SOHO這個前面的音 取名就是有點守護 中文的守護的音 然後RAIN其實就有點阿里郎的意思 就是人 守護者的意思 就是守護這一次的奧運 也守護這一次的這個 所有的參賽者 那麼說到參加的國家 雖然參加國家有這麼多90幾個國家 但是我知道這次因為發生了一件事 所以有一個其實很遺憾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代表團隊沒辦法來 是這個因為現在的科技進步 所以很容易就抓得到這謂禁藥 那我想上次的奧運 就是暑假的奧運也是一樣 有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哪些國家因為整體集團禁藥被抓到 所以後來變成只能代表所謂個人代表 所以他就是沒有不代表國家 但是可以代表個人 所以像俄羅斯今年 是的 就被取消資格 然後完全都是由一些個人的這個單獨的 來報名 就是只能夠個人單獨 對 沒有辦法用國家代表團隊來報名 是 所以俄羅斯就沒有這個國家 是 但是還是很多俄國選手在參賽 對 沒有錯 只是沒有國家而已 沒有他們所謂的團隊 是 對 那麼說到這一次的奧運 那麼有這麼多的國家 這麼多的選手 那大概有哪一些大項目的比賽呢 他其實是分15個大項目 總共有102個小項目 那我們先簡單的介紹這15個大項目好不好 好的沒有問題 好 那他現在有這個 Alpine skiing 就是高山滑雪 是 然後 東近兩項 叫做Biathlon 有多的雪峭 Bobsled 是 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冰湖Curling 是 花式滑冰 Figure Skating 自由式滑雪 Free Skiing 冰球 Ice Hockey 無多雪峭 Lodge 北歐混合式滑雪 Nordid Combine 短道競速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俯視冰鞘 Skeleton 跳台滑雪 Ski Jumping 單板滑雪 Snowboarding 競速滑雪 Speed Skating 總共有15項 是 那麼我們也知道 這一次喔 因為新增了幾個小項目喔 所以讓這一次的冬季奧運的金牌喔 可以破百 對 總共有102面金牌 對 那我們也知道 就是在這15項裡面喔 我們就先來簡單的聊一下好了 因為我知道有一項目喔 目前是美國獨霸金牌的局面喔 對 So far 現在就是所謂的Snowboarding Snowboarding的這個部分 對 這個叫單板滑雪 單板滑雪 所以這個中文叫單板滑雪 那實際上它就是一個板嘛 然後在空中飛來飛去 是的 然後滑來滑去 非常非常的好看 對 非常刺激 那現在美國因為已經拿了三面金牌 是 對 是一個Jamie Anderson 那一個女士花式 女士的 然後Chloe Kim也是辦館 是的 然後這個Red 這個Gerard 在男子組的花式拿冠軍 嗯 那麼說到這個這三面金牌裡面喔 其實有一位非常年輕的這個金牌 金牌選手 是 這個17歲的這個Chloe Kim 也是 17歲嘛 對不對 非常非常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三個拿到金牌喔 都被以前一個叫Sean White 嗯 所受的影響 他們有這樣 對 因為Sean White在06年、10年 拿下兩面金牌 嗯 相對的那時候他們這些孩子都才十幾歲而已 對不對 是 所以孩子成長當中就看到Sean White拿了金牌 這是很大的一個鼓勵 嗯 所以讓孩子們從此開始pick up 希望也可以參加奧運 嗯 所以要提到Sean White這個人喔 他今年有參加嗎 有 有喔 他今年好像聽說是第四次參加奧運了 對 所以他已經拿了兩面金牌了嘛 對 然後好像年紀也不小了對不對 對 而且還算是有點像復出 因為他剛受傷 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大傷 喔 對 他在去年好像是10月的時候 201710月有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受傷喔 臉部好像縫了六十幾針 是的沒有錯 所以他現在還可以回來再做snowboarding 真是unbelievable 不可思議 真的是 我覺得就是說不管他有沒有得金牌 我覺得他的運動家的精神 就是已經可以足以成為很多運動員的榜樣了 沒錯 那麼提到這三樣金牌以外喔 那目前為止大概哪一個國家的金牌面數比較多 你說越冷的地方應該金牌越多嘛 對不對 所以挪威啊 德國啊 瑞典啊 德國啊 現在是挪威暂時領先嘛 但是我覺得就是在每一個項目裡面 各式各樣的很精彩 是 所以你可以看看像這些 所謂無舵有舵 常常會想說那叫什麼意思啊 對對對 像bobsled lodge 對 為什麼會有舵跟無舵的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無舵 它基本上就是用手 它坐在這個雪鞘裡面 雪鞘上面 然後用手去推下去 然後就開始滑了 嗯 所以它根本已經沒有掌舵的那個舵嘛 靠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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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完全去用身體來控制 是的 對 那個速度非常快 對 那當然美國隊剛好今年男子組拿下第二銀牌 銀牌 所以很恭喜這個Chris 對 然後那有舵的呢 就是可能是雙人 他就是那個雪鞘啊 是前面有一個拉的 是 他們就用那個來去拉 去推 然後造成那個速度會比較快 那也非常好 那叫bobsled 那叫bobsled 對 擠在一個小小的 像一個子彈這樣飛出去 沒錯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還不太拼出這些的話呢 有空的時候打開你的電視機 然後看一看今年的冬季奧運 那麼再說到這個今年的冬季奧運的這個部分 好像今年的冬季奧運特別的冷 然後比起前兩屆 因為我們知道前兩屆的冬季奧運 被選手都有點批評說這個冬季不夠冷 但是今年好像冬季奧運是破紀錄的冷 是啊 你看那些在cross country啊 或者在這些所謂的biathlon 滑的這個速度 然後下著雪 是 對 然後又要競爭 這麼多的競爭 真的是很難 我真的拿金牌真的是不得了 是的 不知道花多少 他們就是斷練 他們常常會介紹這個選手 說他們在準備這 就是在進入奧運的時候 準備多少的去訓練才有辦法進入這個比賽啊 沒有錯 是的 那說到這個比賽這15個項目裡面 我自己個人啊 我自己個人呢 其實我很喜歡看所謂的花式溜冰 Figure Skating 對 那你有沒有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看花式溜冰的一些 看到哪幾個亮點啊 或看到哪一位啊 是你特別欣賞的 我是很喜歡看就是男子跳起來很高 好像一個quad 可以跳四圈的那種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是 因為你要整個 它是有點算Strategy 因為它是一首歌 去搭配嘛 是 所以我覺得它是要怎麼去安排它的整個跳 跟力氣 跟滑冰 我覺得那真的是 要很好的一個Strategy 要有美感 沒有錯 男子的花式溜冰 我想真的是利與美的結合 不論在男子組女子組 其實我想都是大家很喜歡看的一個項目 那在花式溜冰的部分呢 其實美國隊的成績也不錯 就是團體隊的成績也不錯 對 他們現在團體隊已經拿到第三名了 所以現在就還有好幾個比賽是可以個人項目 個人項目 對 我們就拭目以待 沒錯 那也很可惜 因為今年呢 因為俄羅斯的關係沒有來參賽 有一些很激烈的比賽 我們可能團體賽沒有看到 但是希望在個人賽 我們可以看得到 對 所以還是很多的俄羅斯的選手很厲害 很非常優秀 是 但是就是整個團體 沒辦法報名而已 是的沒有錯 對啊 所以還有一個叫Skeleton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OK 這個Skeleton 在中文叫做什麼 俯視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Bob's Leg 跟Ludge 它是坐下去 往後躺 躺著的 但是Skeleton是不一樣 它是一推下去之後 是頭向前 是趴在學校上 趴在學校上 而且那個速度非常快 這是不太一樣的 對 人家就說這個是不是有點太危險 因為頭首當其衝 往下衝 是的 所以這也是 所以我說很多的這15個項目 各式的比賽都很特殊 所以歡迎觀眾朋友每一個都來看 像你有聽過什麼叫做 這個叫做 北歐混合式滑雪 嗯 這也是蠻特別的一個項目 這個也是唯一的項目 是只有男子組 沒有女子組 沒有女子組的 那它其實就是Combine 它就是一個Cross Country OK 然後再加上一個Ski Diving OK 它就是在空中 然後這樣 Jumping Jumping 跳下來 然後還要再去Cross Country 再Cross Country 對所以有點像Biathlon 但是它就是Combine Combine在一起的 對 蠻好玩的 是的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冬季奧運其實是非常的熱鬧 而且如果 你處在一個沒有下雪的地方 看這個白白的雪 然後許多的運動員在上面 做各式各樣的比賽 那其實是一種享受 所以歡迎你呢 在接下來的這幾天 有機會打開你的電視 跟我們一起在電視機前面 觀賞這些賽事 也為這些選手來加油 那麼今天我們就跟你聊到這裡 希望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來聊一聊 各式各樣不同的運動賽事 今天謝謝將來到節目中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